Hello, Welcome to Little Tibet Hello,大家好,我是Suma媽 上集就說到了 找了Julia說十問十答 關於開事集的內容 今集我就想深入了解她 究竟在英國生活的香港人 年輕女 究竟有什麼特別 我也想了解她多一點 我們就跟她聊聊天 Hi Hi 我想問問你 真的很久沒見 因為閉嘴 真的少了出很多街 其實我都很久沒出來這些市場 對,我上一次見你就是閉嘴之前 3月份還是2月份 3月 好想念你 日日同遊遊 對,他們現在在家 被我老公走近 好想念她們 因為閉嘴都很難出來 好像我自己都很少出街 真的都是閉嘴 沒有辦法 希望快些COVID走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消失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消失 不過我看到今天的新聞 英國的疫情又開始高 很恐怖 因為最近都超過三千多 比平時高 高很多 挺嚇人 所以我暫時都不敢有什麼計劃 就算去短期旅行也不敢 而且她說 好像預計會去到六千 我覺得很恐怖 唉唷 對,所以都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希望全球都快些好 對,大家可以少點出家 或者多點清潔對手 好,我也想了解你多一點 我想問你為什麼會來了英國 其實我是來讀書 這個已經是十年前的事 哇,她來了十年了 哈哈哈哈 是啊,十年了 我來讀書 那時候讀Fashion 讀完書 就留在英國 那你是讀哪間大學的? 我是讀Arts University Bormont 就是在Bormont 是英國南部 那你讀完就馬上來創業嗎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那時候 因為我讀Fashion 那你讀完當然會想找回 Fashion Industry的一些工 但都比較難 還有一來可能我們這個皮膚 沒有那麼大的優勢 二來就是 Fashion Industry 或者Creative Industry 在英國呢 都真的比較多一些 internship是unpate 基本上100%的internship都是unpate 他們可能只會cover你一些交通費 或者再寧遲一點的會cover你的lunch 但是每一天 每個月其實真的做 很少日工 是啊,真的餵不到 我身邊在這裡讀Design 是給香港多些機會 但都是難找一些的 是Fashion 那時候有一間公司做了intern 他請了我那時候 都說他可以聘請我 可能做完一個intern之後 但是呢 完了一個intern之後 他就又改口了 又說要一些senior一點的人 所以其實我就變了 再找 輾轉我就覺得 馬心一環 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做這個生意 那是你男朋友先創業還是你先創業的呢 是啊 他先創業的 是啊 因為其實我們 現在我們的檔 就叫做The Little Tibet 因為我男朋友是西藏人 所以他就會改這個有西藏特色的 是啊 我看到小西藏 而且他買的產品都很漂亮的 很有特色 是不是都是西藏來拿貨的 其實都是在一些喜馬拉雅的地方 因為其實他是西藏人 他回西藏都有相當的難度 很多時候都會在一些可能西藏的社區 就坐落在可能印度或者尼泊爾的地方 這些地方拿貨就比較多了 所以他就很有特色 是喜馬拉雅的特色 對 超漂亮的 是啊 Thank you 那你做了多久 這個幾年了 我想其實都有五年 都有五年 都有五年 算不算是去到一個穩定期的事業 即是已經是上軌道這個市站 是啊 都是 都是 但要做多久才可以上軌道呢 你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要有恆心可能做半年 其實我想你做市集 又不用說一定是 full time 你可以是 你 rather是 做兩天停了 第二個市集又試做兩天停了 我會建議你一個市集 逢星期幾過來擺檔 這樣你慢慢就會跟這個market manager 有一個relationship 因為他們是這樣run 他們會是看你逢星期幾里 再看那個record 這樣你來得穩定的 來得 真的 保持住你的 放飛機的 其實都 會快些上軌道 其實你跟客人說 我逢星期幾在擺檔也會容易些 但是市集和市集是相連的嗎 你這樣說 不是 但是 都是會 類似 看回 星期幾 你們有沒有試過去其他市集開檔 附近都有 噢 對 然後 試過在 Brick Link 有一個叫Bag Yard Market 再之前 就是 我男朋友試過擺Portobello Market 都有 噢 我忘了說 這裡附近就是Brick Link 但是很多香港人很喜歡來打卡的旅遊景點 對 我知道香港有一間餐廳都叫做Brick Link 是嗎 是 為什麼我不知道 謝謝你跟我說 所以 就是很出名 我為什麼會 如果我有香港朋友來旅行呢 我都會介紹人來這個market 因為旁邊就是Brick Link 由這個market很好走 所以是很吸引的 這個market 是有很多圖鴉在這個Brick Link這個範圍 很多street food 是在說不同世界的街頭小吃 還有 對 很多 很多人會可能街頭表演啊 拍攝啊 拍照啊 都有 我是挺喜歡的 我是很喜歡這個Brick Link 還有 其實East London 都挺popular among這個fashion人 我也覺得啊 我覺得好像東倫敦 是比較文化氣息 多於西倫敦 對 藝術氣息是很重 這個market 有一年 甚至是topshop包了整個場 去運行一個one way show 哦 我真的不知道啊 因為 沒有留意到 所以這裏都挺受歡迎的 大家如果真的上來開檔 好像Julia上的影片說 還有空位的 是可以過來開檔的 那我想問 如果真的上來開檔 我要大約預算多少資金 是比較穩陣呢 多少資金 其實我講真的 我覺得 不需要怎樣預算資金 你 你一個product range 有不同的range 有不同的款 或者有不同的size 有不同的價錢 給客人去選擇 給客人多些東西去看 不是說五秒 兩秒 就看完你的檔 即是一眼就看完你的檔 而是慢慢 有得再看看 可以花幾分鐘 我想 真的很難說 花多少錢 我覺得其實 幾百磅幾千磅 有沒有大約 師傅 你賣的產品 成本有多高 或者有多低 那你有沒有覺得 有些什麼 這個市場未有的物品 會突圍而出的呢 真的很難 但是剛才說 我聽你說珠寶就太多了 大家可能想想其他 最近都開始見到 有人來market賣口罩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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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市集的氣候環境是非常不同的 我自己就不是太熟悉香港的市集 但是我感覺上是比較 比較你要特意去那個地方 或者是特意有那一天才會舉行 但是英國的市集實在是好像上場 好像上場 那些人上班會經過 我放午餐會過來吃的 我看Timeout是說市集超過100個 就是說最最高的100個 我已經數不到有多少個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用香港的心態 過來試市集 其實英國的市集是真的 我想是比較容易的 謝謝你的鼓勵 而且我也想說 可能你在入貨方面 你也不要太遵從自己的氣候 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是比較亞洲的氣候 但是如果來到英國開市集 反而是多的是百種一的客人 可能我們私巾的顏色 可能會不一樣 可能他們選的款式也不一樣 他們是捨得還是不捨得買錢來市集 會不會覺得 我都不是去購買 會不會是會 即不捨得買這麼貴 在市集買些東西 我只是見仁見智 有些人是肯花這個錢的 去支持小商業 有些人就真的會覺得 我來市場 我來市場 街邊貨 我會特意壓你價 即是看客人的心態 當然英國的市場 都有不同的價格 旁邊有一個叫做 Preticle Link 市場 是5磅 可以買到一件 Topshop 或者ASOS的衣服 即是有分不同的街 街級 市場也有分 是的 我會推薦大家 也可以試試開網 你需要的技術 真的不需要太多 只不過是需要新加坡 會拍照 還有會寫個產品 很簡單 即是可以試試水溫 開完網店 再來試試開市場 沒錯 其實我剛來倫敦 我都想過開市場 買什麼 我未想到買什麼 但可能買一些特色的東西 但發覺都很難申請 也不是很多流量 還有星期六又想回教會 所以就充斥了這個題目 不要緊 不要緊 你現在有兩個小朋友 要鷹鷹 更加沒有 但很適合 你們來英國的年輕人 可能未找到工作 或者是未有方向 都可以試試來創業 因為入場門檻真的很低 而且也不是想像中 那麼難的去開市場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有一個 range 是叫做Counter 就是來自印度 一些比較落後的村落 一些婦女 或者甚至有男人 都會用一些舊布 一塊塊的放在一起 然後就用手 浸植 它就叫做一個紙手 一個Counter and Boyfriend 我們這些外套 全部都是用這個手工去完成的 那它一些布 全部都是兩邊 你看這些外套 裡面是完全不同的 全部都有一些人手的針對 也有一些雙面的絲巾 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些雙面的床襟 這個就是外國人很輕放在床上 其實絲巾就是我們最有特色的產品之一 這些很有特色的 你其實看不同的博物館 或者是美術館 那些店舖 其實都分分鐘會找到這一類型的 Counter Scam 最後我們有一個 這些縱巾 這些縱巾應該是聲音糕 為什麼現在聲音糕這麼流行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很幫助到你去防水 它也很幫助到你去進入一個水面狀態 如果你坐在這裡有一個治療師去幫你做這個縱巾治療的話 其實你十分鐘之外就會睡著了 如果你過來Special Fuels Market 來到你的檔的話 是可以任時不生氣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鍋都有不同的聲音 有些高音一些有些低音一些 那如果你想再知道多一些的資訊 或者可以考慮看一下這本書 就是我男校去年九月寫的 它也會教一下你怎樣用 然後又說一下一些為什麼 有不同的花紋在裡面 就是一些作文或者一些意思 很開心這兩集都找到Julia 做我們的訪問嘉賓 學了很多關於開市集的問題 希望都幫到大家 可能在考慮或者深思思的你 多一些的資訊 和衝動去做這件事 那你今次就到這裡 如果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就給我們一個like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個訂閱鍵 按旁邊的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